那这个两边呢 假设今天这两边平板的这个变位差呢 Vk 写1D的话 V的1D,C又等于0A 那我们储存在里头的能量呢 前面我们知道U给2分之CV平方 所以把C带进去 把D这个带进去 所以C这边带进去就会等于什么 2分之的D3 EA3D 但是V平方就是1D给这个平方 所以这样子呢 我可以怎么样整理 你看这有个D没有这有个D 所以可以消在一个D 那D跟A放在一起 那这边是1总0 这边是1平方 所以等于1分之1 1总0 1平方化成到AD 那A是什么呢 A是这个平板的面积 D是什么呢 平板的距离 所以呢 这AD其实代表什么 是不是这一块平板里头的体积 是不是 相当于这个平板里头的完整的体积 所以呢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所以呢 如果这整个里头的体积叫AD的话呢 那整个里头的总能量是U 那如果把它除过去 代表什么 单位体积里头所具有的能量密度啊 对不对 就是Energy density 就是所谓的能量密度 所以呢 我们用小U来表示 小U代表有除过体积了 所以U1可以写1分之1 1总0 1平方 这就是空间中电场给你的能量密度 2分之1总1平方 可以储存来这个能量密度 那这个 这个来源当然是来自于电场啦 OK 好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这个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会算啦 1总0 1平方 好 这个很简单啦 來 那今天我们来算算看啦 假设我今天 有一个这个金属球 它的半径是R 它的半径是R 那我们想要用这U等于1分之1总0 1平方 来算什么呢 来算这上面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位能有多少 位能有多少 那首先我们怎么去算这个题目呢 第一个 我们用高斯定律 对不对 高斯定律呢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头呢 在这外围呢 它所任何一个距离处呢 它所具有的这个电场大小呢 是R分 R平方是KQ 这是1喔 那 它所 在这里头 它所包裹的 这个 这个面 包裹这个面 是4PiR平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又知道一件事 我的能量密度可以 2分之1 1总0 1平方 如果是能量密度 它是2分之1总0 1平方 那现在总能量呢 U呢 是2分之1总0 1平方的dV 好 那我又知道 1等于R分之KQ 因此我可以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所以呢 我今天在空间中呢 走一小段的这个距离 底R 我这一个圆環 所包含的能量密度是多少 2分之1总0 R平方 KQ平方 然后这dV呢 相当于什么 球壳 乘上 往外走的厚度 底R 那就是球壳的厚度 对不对 4PiR平方 底R就是这个球壳的厚度 对不对 有没有吃过这个 剑达出席蛋 有没有 有吃过剑达出席蛋吗 剑达出席蛋 你不是有玩具吗 对不对 里头是白色的 外面是巧克力嘛 对不对 4PiR平方 就是你的球壳 R呢 就是你的那个壳厚度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有个体积 乘上1分之1 就是Y0KQ3R平方 那这整个呢 就是这个 剑达出席蛋 球壳里头呢 总能量密度 好 那把它削一削 来 这有个K 这有个4Pi 这有Y0 所以Y0跟4Pi乘起来 可以跟一个K消掉 对不对 好 所以削一削 我就剩下什么呢 2分之1的K Q平方 R0分之1 DR 好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就这个球壳的能量密度相当于这样子 好 那你真正的能量密度呢 要从 从R 积到无穷大 对不对 因为我要算这上面的这个位能嘛 假设无穷远处是0的话 那我积分呢 要从这个球壳积到无穷大 两个的差值 就是这个球壳上的位能 所以呢 这个比U 我们就去把它积分囉 所以U去积分 由R积到无穷大 2分之KQ0 然后R分平方分之1 那2分之KQ呢 这都是常数提到外面去 那R0分之1的积分 由无穷大积到R 就会等于什么 这个值的积分会等于什么 就会等于大R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2大R分之1 KQ平方 那不要忘记 一个R分之KQ平方 不就相当于V嘛 对不对 你拿一个Q 起来 R分之KQ就等于V嘛 所以呢 这相当于2分之1Q平方 是不是有跟前面模一样的 一颗球 对不对 一颗球 它所带有的这个能量 2分之Q平方 跟前面一模一样 跟前面一模一样 这个结果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反过来说 一颗球 你要算它带有的这个位能是多少 很简单 你从2分之1QV出发 把V带什么 R分之KQ 是不是乘进去又给2R分之KQ平方 问题就解完了 这样了解吗 这也是另一种技巧 你从电容的能量出发 反推回去 得到它的这个位能是多少 好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这是反向座 这是反向座 好 好 接下来讲这个DyElectrics DyElectrics是所谓的界电值 界电值 那这个界电值呢 在我们的这个电容里头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用空气做界值的这个平行电容板 这个电容都不会太大 因为空气Y0是8.8乘上10的-12 所以呢 我们通常在学理上 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我们有绝对电容值跟相对电容值 绝对电容值 我们一层会提起来 一层R 一层0 一层R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假设我今天量起来这个电容值 因为我们的一层0 它等于8.85乘以10的-12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量到某个东西呢 但是它的界电系数呢 是多少 比如说 17.7乘上10的-12的话 那我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写成它相对两倍的一层0嘛 对不对 那这2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层R 所谓的相对界电系数 相对于谁 真通嘛 对不对 相对界电系数 你会习惯这么用 那因此呢 很多物质呢 这个相对界电系数啊 这个相对界电系数啊 这个相对界电的一层R 越大 表示怎么样 你做出来的电容就越大 为什么会越大呢 我们来看这边 所以什么叫dielectric 界电值 界电值 界电值就是假设为一个非导体的物质 比如说玻璃啊 紫啊 塑胶啊 大量力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插到两个平板之间 像这样子 那 这时候呢 你这两边 假设呢 你这电压是固定的话 你这里头呢 你的电盒值就增加了 可以上下可以阻塑 电盒值就增加了 好 一开始的时候 假设啦 今天没有接电池的时候 我们C0等于Q0V0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 依照定义嘛 对不对 好 假设要把这个东西插进去之后呢 我这两边的这个 这个电位差 因为你插进去它了 你还没有接电池 插进去之后 我电位差就变了 那你假设你去量它的电位差 新量它的电位差呢 會是怎么样 VD等于V0除以Kappa 这个Kappa 或是K啦 我们把它 这个叫K好了 这个K呢 我就称之为界电常数 K就称之为界电常数 那 因为V等于1D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新的这个 变场的这个强度呢 就会写成 K分之10 跟上面一模一样 跟上面一模一样 就是 把一个电容 空气的界电值 你把一个东西插进去 诶 它电压突然增加了 电压突然增加了 那 这个增加了 这个伏特数 除上这个K 原来这个状态除上K 就给新的这个伏特定压值 就是晒动力 诶 电压突然变大 那个比值呢 就是K 好 那因为VD等于这样 新的加了界电值的ED呢 等于这样 所以我新的 電容值的大小CD 就可以形成VD分之Q0 就等于 就等于什么 KC0 那K就是所谓界电常数 你电容值变多大 跟你这个K有关 所以你 要把一个电容值变大 怎么办 就塞东西嘛 塞一个界电常数大的东西 就可以了 就是相对界电系统变大的 的东西 好 所以呢 今天假装我一定要把电池接上去了 电池接上去了 那电池接上去了 电池会让这两边的电压 它维持固定值喔 维持固定值 所以这两边的电压 它因为是V10 那如果今天把界电池塞进去之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 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你的Q 这两边的这个Q QD呢 这边上面的电荷数呢 的变化量呢 会正比于什么 界电值 原来应该本来应该只充Q0嘛 现在插界电值喔 我多充了一堆东西进去 充了几倍 K倍 就是界电值的这个倍率 那所以呢 我们新的这个倍插入这个界电值的这个电容呢 叫做CD 就可以写成QD除以V0 那 结果呢 因为QD等于KQ0嘛 所以CD还是等于KC0 所以不管你是有没有放电池 你把这些东西插进去电容值变大多少 就是乘K倍 就这么简单而已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所以呢 你要把电容变大 就找对的材料啦 你刚刚前面有一些材料 放鱼母片 哇你电容可以变超大 对不对 鱼母片不是80到100嘛 相当 比那个 这个空气大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界电值 那界电值呢 它一样 有个东西叫界电墙 刚刚界电值真的是界电系数 那一个东西叫界电墙是什么呢 你虽然放进去可以让它增加电荷 可是不要忘记 电荷增加表示我这边 假设没有界电值的话 这电压也会增加 电压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 啪 就漏电了 就漏电 那这个漏电的性质又跟你这个材料有关 所以材料贡献两个不同的性质 就是对电容来说 第一个 我的界电系数 会让你的电容变大几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同的界电值 会给你不同的崩溃电压 所以呢 我的这个界电的强度 也许它可以帮你增加很多的这个电压 但是呢 它崩溃强度 它可能一下就崩溃了 这也不是一个好材料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 就有点像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一个概念啦 今天呢 你去盖一个堤房 盖一个堤房 那堤房盖高一点 这个河道就可以让它留更高一点 对不对 那 你可以让这个堤房用的材料不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用竹子来编 竹子可以容易编得很高 对不对 你就让河道可以弄得很高嘛 对不对 可是竹子不坚固啊 你还没到那么高 结果怎么样 水就流掉了 就是有点像漏电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增加的电容值 跟真正可以用的这个电容值 差在什么地方 差在它会被漏电 那界电强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空气界电强度大概是1 界电强度是3 刚刚有看过了 对不对 那你看喔 譬如说 像这个纸 我们在做电脑常用的值 它界电强度相对于 这个相对于什么 空气的 空气的大概接近4倍 它的界电强度呢 超过5倍 所以两者并不是正比关系喔 就刚刚我刚刚讲的堤房那个例子一样 对不对 堤房你可以搭很高 可是它强度不高嘛 对不对 所以水还没满到这个堤房嘛 所以上面就先把你这个堤房给压垮了 所以界电强度跟界电常数 两者不相干 那譬如说这个界电强度余母 界电强度看起来很高 对不对 而界电常数其实不大 不大 相当于这个才大6倍 这个大几倍 50倍 对不对 所以两者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关系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齁 那我们最后剩下5分钟可以把这边讲完 这样下次就可以交这一张对不对 就有很多题目可以写啦 好 我们从原则的尺度来看什么叫界电值啦 来 其实界电值的概念是这样子啦 假设我今天呢 这里的物质 里头 你可以想到 物质里头一定有正负电荷嘛 对不对 你没有什么物质没有正负电荷的啊 应该说没有物质没有正负 不可能存在没有正负电荷的物质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物质里有正负电荷 那你今天画一下这个电场的时候 这些电荷就会排起来 它其实就会排起来 这个东西有称之为Priation 称之为极化现象 正电荷会尽量倾向于地电位 副电荷会尽量倾向于高电位 就这样排起来 那这个排起来的现象 就会造成内部的电荷 你现在看嘛 假设我把正 电荷是这样过去 这边高电位 这边低电位 电荷这样过去 我正电荷会排在这边 副电荷会跑到这边嘛 会比较喜欢这样子嘛 对不对 它这个电荷会用一个扭力 让它把它排平行 而且正电荷在这边 副电荷在这边 可是正电荷在这边 副电荷在这边 表示什么 电荷是这个方向 是不是刚好跟你外电荷方向 完全反方向 它就会抵消你的外电荷 它要去抵消你的外电荷 那因为要去抵消你的外电荷 那你这两边的这个电板 我电荷都被抵消了 它感觉这两个电荷 中间的电荷昨天不见了 那怎么办 我就只能再補强电荷嘛 對不對 不然它中间的电荷也不见了啊 它希望中间感受到 这个电荷的这个大小 是跟原来的是一样的 那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呢 你今天 外加一个接电子进去 外加一个接电子进去 本来我的电荷是E0 现在因为有个反向的电荷 叫EI induce就是所感应的电荷 内部反向的电荷 所以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 那这样一个相减呢 造成了什么 这是微观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最外观的概念是什么 你的电荷代表大了什么 k分之一倍嘛 对不对 因为接电常数嘛 对不对 所以就得到这样一个数字 那因此呢 电荷的变大 是来自于内部的极化 造成的什么 造成你这个平板上的电荷的增加 所以你的电荷变大 好 我们来算一题 最后五分钟 好 假设今天有这两个平板 我今天把一个接电子叉进去 这个叉进去 这个厚度呢 刚好又不是跟它一样厚 假设它这个厚度叫t sickness 厚度是t 它的接电常数是k 把它放进去 那因为这整个平板的面积是a 那本来上下的平板的分开距离是d 那我想要问一下说 假设今天 今天 这样放进去之后呢 我的总变容数变多少 总变容数变多少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在很多地方会用到 为什么呢 假设你一个东西里头有电容值的话 你有外部的东西飞进去 插进去 跑进去 灰尘跑进去 它就会变 电容就会变啦 你的response就会变啦 对不对 response变 尤其在做a7电路 交流电路通讯的时候呢 诶 这就会造成大问题了 这就会造成大问题了 那我们来算看这会变成怎样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会说界电值 其实就是里头一堆离子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上面可能都是负 下面都是正 或者上面都是正 下面都是负 所以 可能是什么 它跟它其实是一个电容 它跟它也是一个电容 它跟它也是一个电容 知道吗 这等于有三个电容怎么样 串联在一起 这里形成一个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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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算 好 怎么算呢 来 C1 C2 C3 所以呢 电容的串联相当于导数相加嘛 对不对 所以C1分低加C2分低加C3分之一 好 电容的定义是什么 电容的定义不是 IPSON0A3D嗎 对不对 IPSON0A 这个应该是它的距离嘛 对不对 好 那IPSON0A这个没有问题 IPSON0就是这个正宗界列系数 A就是上面平板的这个面积 那这一块的厚度有多厚呢 这个厚度是T 这个厚度是D 这个厚度是D 是不是D-T-2 就是上面这一块的厚度 所以它的D是D-T-2 那中间呢 因为它厚度就是T了 然后呢 它的电容器就是IPSON0 乘上介练值CAPA 对不对 所以K倍的什么IPSON0A 那最后这一个呢 这一个跟上面一模一样 所以一样是IPSON0A2分之T D-T 好 那把它加起来 变成什么呢 因为这是IPSON0A嘛 这把它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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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变成D加T乘上K分之1-1 那这整个东西呢 再把它做个导数 就是我的什么 最后等效电筒就长成这个样子 等效电筒就长成这样子 那这里头 原来IPSON0A分之1 有没有 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里多一个什么 T乘上K分之1-1 这等于相当于什么 假设你不是塞接电子 下面我把这厚度拉长了这么多 相当于做了一件这个事情 这样了解意思吗 假设我不塞接电子的话 相当于做了这件事情 好OK 所以这张有四题 加上前面那张有三题 有七题 下次上课我们可以好好来算 一题总分一分 七题你都行 就总分七分的 好不好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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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